前夫时不时的突然造访 让张女士愤怒崩溃 并予以了激烈的回应和反击 可不论他怎么发火怒斥 甚至谩骂都无济于事 马先生依然打着爱的名义 想挽回求复婚 去年十月 在得知前妻有了新恋情之后 马先生决定破釜沉舟 造了最恐怖的一次是去年十月份 那天他拿了剪刀 刀子就是滴滴位 他的遗书 他的房产证 车本 要跟我同位一斤 然后他敲门就拼命地敲 刚好那天我没上到 我就在家里 我就把门打开 打开他就直接拉个剪刀 抵着我 然后当时我就怕激怒他 我说我有啥话好好说 当时我拿电话 他就把我电话放在桌子上 查机上 他就不准你打电话 你要打电话就立马杀了你 那会儿我就不想激怒他 我还是跟他好好说 我说有啥话好好说 然后后来我说我不报警 我给我弟弟打电话 然后我就把我弟弟叫过来 我没有报警那天 所以他知道我弟弟要来 他就把那些东西买衣服的那种纸袋子 他就立马 收起来 下楼放在车上 让我弟弟来 就是说让不要吵不要闹 如果在那样的话 他会对他动手的 如果我弟弟对他动手了 肯定把他打上来 和把我弟弟打上来好 都不好 然后我就说 我让你不行 你先走了 我说我自己来处理 因为那会儿他已经停静下来了 我就想着让我自己来处理 我就让他停静下来以后 他说那你今天把我从电话里面 就从黑名单里面拉出来 我就走 那我想着没办法 那会儿我只能向他先走 我就从微信和电话 通讯洞里面 把他从黑名单里面拉出来 拉出来以后 就一天及时再会断信 就是不管你回不回 还是重复那些 就是重复那些话 那些话就不停的 把我说得反了 我又把他拉黑 那一段的生活 就一直是在反复出现这样的状况 对 对吗 对 我感觉他有朋友了 我才这样做 就用极端的行为了 对 你心里从来没有想过 他会有他自己的生活是吗 十几年我都没有 他也没告诉过我 我闯进门的时候 我就感觉到不对了 我告诉他了 你说他没有告诉你 那如果他告诉你了 你能接受吗 接受不了 你本来和我的事情就没有 农情就还没有结束 你认为只要你说没结束 这个事就没结束 是这意思吗 那也不是我一个人说的事 因为他已经说了无数次结束呀 他是个刀子嘴豆腐心的人 你不相信他说的结束 是结束的意思 不相信 他都已经这种状态了 你还认为他是不想结束 我也结束 我也结束 自己也结束不了 那就是不管你结不结束 反正我不结束 我不结束不了 对 当时做好春春是想死的 谁想的 的确是我自己 同归于尽嘛 我是确实拿好荣耀的 确实写好遗书的 密码什么我都跟我女儿写好的 确实想死的 那当时他的态度 没有跟我犯冲突 说话的语言很温柔 好 所以没有到那个地步 那就我还得感谢他 他的语言很温和 你知道他为什么会温和吗 也可能被吓到了 所以很温和 那你想过你这个行为 会留下什么吗 那个没办法 我等了十几年了 我就从年轻等了老了 我已经不在乎你怎么想了 对啊 我反正要死的嘛 是不是 你像一个人等十几年 十几年的磨难 老子里边一直有你这个人 能经过这么的痛苦 伤害都过来 我将来想给他幸福